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一讲和星期五那一讲 跟之前你们听到的一系列演讲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看在座的大部分听众的年龄 大概之前那些讲座所讲的内容 对你们来说有点像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 那是发生在你们父辈身上的 对你们来说真的是历史 可是今天这一讲和星期五这一讲 当然也是历史 可是也是现实 就你们年龄来讲 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到你们受教育 甚至到将来你们走上社会 走上工作赶会 大概很多人生的记忆 和我们今天和星期五这两讲 涉及到的事件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肖东连教授是 现在是中国改革研究会的特约研究员 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肖教授 驻有 崛起于徘徊 十年农村的回顾于前展 五十年博士基要 外交卷 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史 共和国年轮 1961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肖教授的研究的重点 跟其他一些当代史研究者不太一样 一个是文革前十年史 这个是一般学术著作 比较少讨论的 再一个就是文革后 结束后改革初期这一段 这个也是 目前在研究方面比较少的 那么肖教授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在对于当代中国研究 有很多有影响的论注 比方说 关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 形成的历史考察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 指中国城乡分割的 这样一个二元结构 那么这个二元结构 大家知道对中国当代社会 政治影响非常之大 那么对于改革初期的一些政策的出台 一些改革学派的形成 和改革过程当中 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 这个布局格局 肖教授都有很深的研究 那么我们今天欢迎肖教授 给我们演讲 朋友们好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叫中国改革的历史源起 这个题目也是一个 不太好讲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 李教授讲了 前面讲的都是历史 现在讲的是现实 我讲的两个基本上是 还没有结束的一个过程 因为中国改革 应该说是三十年了 但是 我这个是不是有问题了 刚才你一直没有用 他就要那个睡觉了 睡觉了 不行吗 不行吗 坏了 休眠 这个是关心关心 对不起啊 有点技术上的问题 这个中国改革 虽然搞了三十年 但是到现在为止 也不能说改革已经结束了 那么 中国改革 是一个很重大的世界 应该说是前 上个世纪的 世纪末 世界发生了两大重大事件 一个就是 苏东集团的解体 以及冷战的结束 第二个事件呢 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那么这两个事件 应该是影响很深远的 而后一个事件 恰恰是对前一个事件 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些研究冷战史 国际冷战史的学者 比如说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教授 还有美国的康尔大学的陈坚教授 他们都特别重视 中国改革 中国本身的转型 对于冷战的转型 以及冷战的结束 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当然我们也更关心的是 这个改革开放 对于我们自喜 对中国发生的深刻的影响 应该说这第二十 在三十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 可以用两个时代来改革 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 当然有的人说是邓小平时代 那么这个变化 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 才能感受他那种深刻程度 用恍若格式来形容也不为过 以至于我们八十年代的僧人 很难以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生活 那么这里就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中国为什么能够发生一个历史的大转弯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转到了改革开放 而且这个改革 为什么能够走这么远 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间 应该说 作为社会主义的改革 成功的 可能也就是中国 也许是越南会成为第二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历史的大的转折 我想呢 从这么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改革是中国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 首先我要呈现一个概念 就是说改革 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 而中国提出改革也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 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之所以要发生改革 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这个体制 不能有效地运行 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 实际上是二三十年代 从斯大林建立起来这么一个体制模式 这种社会主义模式有三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公有制 一个是计划经济 一个是按捞分配 当然加上共产党一党专政 这个体制是写入了1936年的苏联宪法的 成为社会主义唯一的一种体制模式 那么战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照办了苏联这个模式 甚至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地模仿苏联模式 那么中国呢 应该说1953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搞 但是1953年开始我们也是照办苏联的 1956年我们建立起来了 所谓社会主义的这种制度 实际上基本上就是照办了斯大林模式 这里说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在初期 在当年苏联这种模式 为什么会具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 最主要除了当时人们所信奉 所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 用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地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 主要是重工业和军工体系 那么依靠这么一个体系 工业体系战胜了法西斯 所以在战后 它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从这可以看出 这种体制在它的初期的时候 确实具有很强的国家动员能力 当时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应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都充满了信心 认为社会主义 不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战胜自分主义 赫鲁晓夫在1956年提出和平竞赛 这么一个方针 就是基于这种信心之上的 就是我不用跟你打仗 我用竞赛就可以打败你 它就这一个概念 那么1957年苏联的卫星首先上天了 这样更刺激了这些领导人的信心 赫鲁晓夫提出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的时候 赫鲁晓夫提出要15年赶超美国 那么毛泽东正在接着就提出 15年中国15年赶超英国 那么赫鲁晓夫58年说 我1960年就要实现发达的社会主义 向共同主义国度 1958年毛泽东说 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 两个人都较得劲的 但是这个体制 它经过了初期的那种 粗放发展的一个过程以后 它的固有的弊端 就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弊端 一个 这种体制很难以获得完全的信息 在60年60年代的时候 有一个苏联的一些专家 包括一些数学家就计算过 这个计划经济 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 就算不出来的 第二个弊端呢 它很难提供持续的刺激 这经济缺乏动力 所以这样一来 经过几十年下来 苏联不禁没有赶上美国 赶超美国 反而被美国偷垮了 那么这种模式的弊端 应该说不是后来才发现的 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所以在50年代的时候 苏联东物国家 这就是一群东物国家 就开始试图探索改革 首先是兰斯拉夫 接着就是匈牙利和波兰 接着就是捷克 1968年的捷克世界 布拉格子村 苏联赫雷小福时期 本身它也是要在试探中一种改革 但是当时由于中俗分裂 中俗论战 中国毛泽东老是批评 赫雷小福你是修正主义 所以赫雷小福也不敢动 那么中国来讲 提出这个发现的问题 也不是后来 应该说在1956年 这种体制刚刚建立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一些问题 包括当时陈云 他管财经的 他就发现三大改造 特别是工商业改造以后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合并很多 一些手工业 原来的一些民族特产的东西就没了 北京有个东南顺 蒜羊肉不好吃了 王麻子剪刀不快了 张小泉的剪刀 王麻子的菜刀都不快了 还有就是 国有企业是大少爷办企业 不讲经济效益 浪费很严重 再一个就是 过去的那个 过去的这个 经济本身的一种联系 内在的联系被打断了 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 当时就 陈云就提出一些改革的设想 在八大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叫 三个为主 三个为辅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大集中小分散 大的是全民 统一集中经营 小的分散经营 毛泽东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讲话 叫论十大关系 就是总结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 提出来的 但是这些设想 后来都没有出现 由于56年年底 波凶事件 匈牙类事件爆发 57年又一个反右派 后来就批判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这样在市场 就是增加市场因素的这种改革呢 基本上没有启动 大家可能要了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人 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他讲了五个是经济关系 但是在五个经济关系中间 他都唯独没有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他都是讲了中央地方的关系 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 等等东西部关系 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等等这些关系 都是一些行政性的关系 唯独没有计划与市场关系 也就是在毛泽东当时 虽然他对计划经济也不满意 管得太死了 但是他的思路不是朝着增加市场调节的方向走 他是朝着下放权力 通过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同时发动政治运动 通过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动积极性 来弥补计划的缺陷和资金的缺口 实行高速度 所以1958年和1970年的时候 当时在经济体制做过两次的改动 或者叫改革 实际上都是研究这种 行政性放权的这个思路走的 结果呢 不仅没有成功 而且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甚至造成大的灾难 包括你像58年大邀进 为什么 你没有市场的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地方分权 比中央集权更糟糕 当时这个几十年 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走不出来 为什么 当时有两个崇拜 我认为 一个就是所有制崇拜 公有制崇拜 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公有制 是要 是单一的 纯洁的 当时口号叫 让资本主义绝种 让小松产也要绝种 公有制本身 也是越公也好 公有制崇拜越高也好 这个全民所要制 优越于集体所要制 大集体优越于小集体 那么它的基本的发展方向 就是用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 大集体过渡到全民 最后全部实现全民所要制 第二个概念 崇拜 计划经济崇拜 所有增加市场因素的那些观点 那些主张 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 所以所谓的改革 也就是在中央一地方的集权 分权 权力分割这个上打圈圈 结果当时到头上大家都说了 就是 一捅就死 一死就放 一放就活 一活就乱 一乱了又捅 这么一个循环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 社会主义传统体制 它固有的弊端 决定改革它的内在的需要 第二个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是很容易突破的 那么 七十年代末 为什么能够取得突破 因为在文革结束以后 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至少有两个变化 一个变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这个矛盾暴露得很充分的 它跟五十年代不一样 因为五十年代那个时候 这个 我们刚刚建立起的这种体制 尽管发现一些问题 它认为是字节问题 不是根本问题 因为它刚刚建立起来 它不可能对这个体制本身 提出根本性的怀疑 那么在七十年代末不一样了 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可以说中国的这个传统体制 已经陷入了很严重的困境了 遗留下一系列 毛泽东时代遗留下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呢 毛泽东去世 传统的那一套 那种发展模式 也已经走不下去了 比如说过去我们实现的是高级的 低消费 乐警库在搞建设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了 过去有个相信未来 很好 那么你搞了几十年 三十年以后 还是这个样子 大家的信心就崩溃了 所以传统这个模式 你很难走下去 当然这个里面呢 我还要说一个题外的话 就是在文革结束以后 中国的经济 到底什么一个状态 现在有不同的看法 国外有一些学者 也许比较老派的学者 像美国的 哈里哈丁啊 还有 文朗斯曼斯纳呀 还有这个 还有几个学者 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了 文革结束以后 中国改革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他认为这个 文革时期 甚至毛泽东的时期 总体来说 仍然是一个工业化迅速 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但是国内呢 也有一些这样的学者 这最近 比较倾向于左派的一些学者 也是比较强调 文革时代的经济发展 一个速度 那么怎么看这个 当时 我当然也不赞同 在文革结束以后 在 华国风时代 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口号 就是文革是 文革把中国经济 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我也不赞同 用这种政治性的术语 来描述 当时中国经济的状况 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否定 毛泽东时代 通过国家的强制动员 推动了 实现了中国的 工业化原始积累的 最初一个阶段 而且这么一个成果 在某些方面 应该说成为中国改革的 一个起点 一个起始的条件 但是所有这些 你都不能否定一个 基本的事实 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 确实面临一系列的 结构性的矛盾 和社会性的危机 社会危机 这个中间呢 最核心的危机 就是搞了30年以后 城乡人民的生活 还是普遍的贫穷 特别是农村 当时有许多农民 处在一种 极端贫困的状态 而当时 最初的改革 都是从应对危机的角度 来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 中国改革最开始 取得突破的是哪呢 是农村改革 是吧 那么农村改革 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农村太穷了 农民太穷了 当时有这么一个数字 1978年 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 是不如五十年代的 有三分之一的农民的生活水平 是不如三十年代的 至少有两亿五千万人 生活在贫困县以下 这个万里当时是从中央 1977年 从中央调到安徽省当省委第一书记 77年7月份 6月份下去以后 他就到安徽的农村跑了三个月 所到之处 看到到农民家里看到的情况 使这么一个领导人相当的震撼 很多农户 比如说家里 除了几只吃饭的土碗以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睡的炕是土炕 门没有门 土胚这是弄几个木头 把它挡一挡 这么一个门 可以说真是家土食品 当时他就问 这个路边的农民就问你 他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农民说 最大的愿望是吃饱饭 吃饱肚子 你还有什么愿望 还有愿望是吃饱肚子 你还有什么愿望 第三个愿望还是吃饱肚子 就是当时农民的这个缺粮啊 吃不饱饭养 首样的生存问题 所以这个万里 听到这些 看到这些以后 我看到这些材料 很震撼 流眼睿 他当时在一些 一次中国国务院招科的会议上就这样说 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 农民知道了 知识分子知道了 不推翻你共产党才怪的 这是万里说 那么这样就促使了一些地方工作的领导人 开始找出路 最早找出路的是 就是安徽的万里 四川的赵紫阳 采取了一些不同意以往的措施 来恢复农业生产 改善农民的生活 那么在1978年11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农村的贫困问题就成了大家议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我们知道78年的11月中央工作会议是 在中共党史来 那个史上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被称为一个历史转值的会议 就是三中全会 11月三中全会前面召开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 很多省市领导人都讲到农村的贫困状态 陈云当时在这个会上也讲 就见过30年了 还有要饭的 这个状况不改变是不行的 这个问题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 农民就会起来造反 资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 所以在三中全会上 唯一通过的两个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 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决定 一个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60条 中心修订了一个60条 都是关于农村 当时采取的办法是两个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 一个是松绑 一个是让利 所谓松绑就是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要开放自由市场 要发还自留地 给老百姓发还自留地 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 这么一起的政策 为什么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这么重要呢 因为生产队 它生产什么东西 自己还不能做 上面规定它 你生产什么 你才生什么 你不能搞多种经营 你必须搞以量为高 而且公社大队 一直到县里面 把国家搞一些重大工程 搞一些水利工程 都是无常地调拨农民的 劳力 资金 物质 无常地调拨 1965年的时候 1965年以后 搞农业学大赛 普及大赛全运动 就是毛泽石在农村 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每年就搞 把农民都轰轰搞起来 自己带粮食 自己带铺盖 自己生活 做饭 去搞这些东西 是无常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报酬的 这些都是 一种无常的剥夺农民 那么现在它提出 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自留就收回了 收回了发红农民 自由市场封闭了 封闭了 现在又开放 让农民到市场上去买卖 过去不让你去搞多种经营 去采山果 摘果子 这些东西 做副业 现在允许你去做副业 第二个就是让利 让利最主要的是 大规模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这是建国以后 最大的一次提高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发展战略 实际上就是通过国家强制力 来从农民那里提取资金 来投入工业化建设 这么一个过程 建国以后 在三十年 国家总投资是六千 六千亿 从农民那里拉来的 也将近是六千亿 这样就是说 它不是说农业税 农业税的标准很低 它是主要通过 公务业减到差 就是低价收购 不是收购 统购统销 你所有的农村的 这个剩余产品 必须无条件地卖个国家 而且呢 你农民也不能够说 要回购国家 捅过来的农产品 因为有个什么呢 叫捅购捅销 捅销在城市里面可以销 但是农村你不能捅销 农村要少量的返销 它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把农民和市民分割出来 这样它能保证 从农民得来的这样一个积累 在城市里面 在工业化过程中间来使用 不要被大量的农民进城 要分割过去 所以这么是一个体制 所以这一次呢 它就是大量的 大规模的 比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的价格 直接的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 从本子上来讲 还不能够说是改革 是一个调整 政策调整 而这些政策在过去 在2022年的时候 也做过一些这样的调整 但是 农民从这个调整 政策调整中得到了鼓 受到了鼓 再加上 放弃了以基督作为纲 地主户了帽子被摘了 右派平反进城了 这样呢 在积极斗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政治上的压力 对农民来讲的话 大大 农村干部大大减轻了 农民就 大了胆子 一次一次地来冲击政策底线 最后 从局部到全国 全都选择了一个 包产盗户的这种形式 家庭军营 就把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充滑了 在这样一个改革过程中间 应该说 中共高层开始的政策规定 是不允许包产盗户的 但是后来逐步逐步地退让 允许包产盗户 因为你几十年集体化 你没有让农民吃饱 那么你到现在 你还不让农民吃饱 那自己 农民自己想办法吃饱吗 他没有过硬的理由 再加上 包产盗户以后 马上就增产了 增产以后 这个改善了城市力 城市 城市人的餐桌呀 农服产品多了 国家收购也多了 他就没有理由了 实际上 在这个农村改革过程中间 反对的意见很多 但是从中央到地方一些领导人 同情和支持的人也不少 有一些人就是睁一指眼闭一指眼 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 批资本主义自发的势力 那么起劲了 这就是农村改革 为什么能够突破的一个原因 一个基本的状况 那么第二个 公有制 单一公有制 一统天下 这一个局面是怎么打破的呢 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设想的 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 一个什么问题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 这个城市 大量的实业 两千万的实业 因为过去城市 一个基本的就是 统 统配统配 凡是你所有的人 劳动力 到了劳动年龄以后 国家来进行分配 但是到最后越分越分不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又把自治青年全赶到农村去了 但是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 你再也阻挡不了自治青年返程的这种浪潮 全国从云南在各地的自治青年 纷纷地返程要去回城 一浪高过一浪 最后 中国领导人没办法压不住了 最后就只能够允许他们回来了 回来怎么办 还得就业呢 在城里还有好多代业青年 代业人员 开始采集的办法就是 分片包干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 由你这个企业来包干 你安排自己的子女 你这个单位 你单位安排自己的子女 但是包了 开始一段包可以 到后来就包不行了 过去三个人犯五个人吃 现在三个人犯七个人吃 效益更加降低了 怎么办 还包不下去 提出一个口号 广开就业门路 也就是在原有体制之外 开发一些新的就业渠道 就是办集体所有自在合作 合作社了 什么劳动服务公司了 这么一些东西 这就发展起来 这样就形成一个体制外的 这体制内还没变得情况下 又形成一个体制外的这么一块 再加上当时农村报产倒过以后 促进了商政企业的发展 农村的个体副发展起来了 再加上引进了三支企业 这样就几块加在一起 就成了这个体制外形成了那么一个块 这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一个改革的基本的特征 所谓体制外先行 体制内你还改不动 体制外先行 这么一个基本的格局 那么这样一个改革形成的过程 跟苏联东欧国家都不一样 因为苏联多个国家 特别苏联这个 他们的计划进去是高度集中的 而且是中央高度集中的 高度集中的 地方没有什么特征 中国的虽然是高度集中的 但是它又是一个高度分散的 也就是说中央地方 省 地 县都有国有企业 而且是中小企业最多 所以它这个其实条件跟苏联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种庞大的军工企业销 转过来很难的 那么改革初期 还有一个改革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为什么要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 就是因为你这个 企业的效益持续的下滑 从1957年到1978年 这一段时间持续下滑 而中国的财政的主要来源 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上角 企业效益下滑以后 直接导致了财政困难 财政的增长幅度 1976年以后 连续74年以后 连续几年都是负增长 也就是说 通过增加财政投入 来推动经济发展 这种老的路子 到这个时候很难走得通 那么企业效益为什么下滑 最根本的还在于体制 你这个体制 企业体制 过去1978年79年的时候 我们请了一些日本学者 到中国来 汇整中国的企业制度 中国的经济体制 日本学者说 你们中国 只有工厂没有企业 实际上 中国也没工厂 只有生产车间 为什么呢 它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工厂 设计的 那么各个工厂呢 是一个车间 工厂的人财物 共产销 所有这些活动 都是由上途 主管部门来管理的 比如说 它需要的生产资料 是由物资部 物资部 物资系统来供给 调拨 它的财政 需要的钱 资金是财政部门 来统收统资 它的价格是物价部门来管理的 你不能随便的定价 它的生产计划是由 纪委和经委来管的 它的劳动用工 是由劳动部来分配的 它的管理人员 是党的组织部来任命的 委托的 除了这些综合性的 这么一些个 职能部门以外 每一个企业 都要隶属一个行政单位 行政隶属关系 有的属于中央 有的属于省 有的属于地区 有的属于县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一个方面是高度集传的 高度集中的 另一个方面呢 又是分散的 也就是说条块分各 条就是中央各部委管理 块就是各地区管理 形成了私质上的 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 地区所 地方所也是 那么这样一个 体制结构 你说它运转起来 能运转到零吗 当时讲一个企业 一个大企业的厂长 要盖一个厕所 都要往上报告 它盖不起 两个企业在同一个 同一个城市 要想合作 必须通过各自的上层 批 它才能合作起来 一个企业要办一个事 办一个大连的事 要盖几十个章子 一般呢 是半年到半年 甚至到一年 才能批下来 这个时候已经 时过境迁了 所以这么一个体制 你说它内无动力 外无压力 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效益怎么能上去呢 效益上不去 国家财政困难 所以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没人发现 时间早就发现了 1962年的时候 64年的时候 当时刘少奇就曾经提出一个托拉斯 搞托拉斯 就是所有的这个系统的这种企业 搞一个大的托拉斯 互相的这个 可以这个 建立一个横向的联系 但是文化大根 马上就冲掉了 但是长期 长期苦良策 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 当时的国家经纬就开始考虑 运扬企业改革的事情 那个时候还不是三中全会 在1977年的时候就运扬这个问题 77年年底的时候 李先念当时管经济的 就让这个国家经纬 袁宝华 你们到外国看看 人家怎么管企业的 有什么好经验 所以袁宝华他们就带了一个经纬 经纬考察组 考察团就到了英国法国考察 考察回来 要跟李先念汇报 李先念说 你看还到日本美国去考察 然后又到美国考察 到日本考察 到美国考察 那么考察回来以后 就搞扩大企业自主权 通过扩大企业的一些权力 来刺激企业的经济发展 提高企业效益 这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 这么一来的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整个经济体制 没有动的情况下 你扩大企业自主权 效果是很有限的 很快就不效了 所以这个改革一直没成功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 实际上一直到九十年代 没什么突破 为什么呢 整个结构没变 这个就是一开始 所设想改革实际上很简单的 并没有说 我是认识很深刻 我要有一个很大的 很宏大的规划 或者是一个整体的布局 没有的 都是应对社会性危机的一些个措施 应该说在七七年七八年的时候 任何一个在台上的领导人 他都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我们讲一个人 就是华国锋 一般人讲华国锋是两个凡事 坚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但实际上 华国锋 他坚持继续革命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 他对经济发展的热心 不比其他人差 所以在七七年 他提出一个二十三年 一个大的规划 现代化 本世界末要实现现代化规划 那么在七八年的时候 他要几个事情 比如说 一个 他批准 大规模的引进 第二个 他要求说 派很多很多干部到国外去考察 看人家怎么做的 第三个 办经济特区也是华国锋 首先批准的 因为邓小平当时还没出来工作 中国的改革开放 现在一般人讲是 这个转折是在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三中全会 自所以能确定这个方针 是前面有过运样 基本上运样成熟了 不要忘记 在1978年以前 是化过风当阵 可见他的思想也不是那么僵化 因为所有的 我刚才讲的 所有在台上领导人 在当时他必须要找新的出入 当然化过风当时所理解的改革 那是很有限度的 后来我们现在的改革是 完全不能够图日而语的 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 诶 又有 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文革为改革准备了政治条件 虽然说改革是一个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 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改革能够推进下去 能够走很远 为什么 苏联动物国家改了几十年 一直到八十年的末 他都没有走出去 当然中国在文革以前 也是走不出来的 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 走出去还是走那么远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 改革是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的 改革的根子是在文革 怎么理解 我以为有这么三个方面 第一个 文革 它带来了一些 栽了一些后果 引发了一场 思想解放运动 就是引发了一场全民性的反思 第二个 文革被打倒的 受到冲击的 中共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恰恰是中国改革的中间力量 当然是其中一部分 第三个 文革 把过去的政治运动 阶级斗争 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这一套 搞到极端以后 人们就厌倾 希望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而这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恰恰是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推进 我认为应该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理解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烂 使我们大彻大路 这就反映出文革对于中国领导人 中国的知识界反思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展模式 所发生的作用 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这种反思 不是一个人的反思 不是少数人的反思 它是一个全民性的反思 一个整体的反思 而这种反思 应该是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更 最比较突出的 就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以后 以及1976年的批准反击右倾范安峰 这两个事件 对于很多中国人 都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就从这个两个事件中间开始醒悟 那么在1978年底的 北京有一个西单民主墙运动 叫民主运动 民间的 实际上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的一个延续 那么在党内 发动了一个 实践式简易争论的唯一一标准 这么一个大讨论 这个大讨论 实际上 就是启动了异常思想解放议论 在党内 而党内的这个思想解放 在两个会议上反映的最充分 一个是1979年年初的理论工作务序 这个可能大家有些人知道 比较年纪大的 一个就是1980年的10月份 是4000个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 讨论了两个多月 那个发言应该说是反思最为深刻的一次 很多在文革时期 文革前 追随毛泽东 甚至执行毛泽东的 这个一系列政策的 一些领导人 在文革以后 事实上都变了 比如说 在文艺界的周扬 大家都知道 文革以前 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批判 都是他主持 在文革以后 变了一个人 这些人就道歉 就忏悔 然后就流眼泪 后来在80年代 他发表文章要 强调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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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这个 当时有 有个什么 叫做人道主义 提长人道主义 批判异化 后来还被 被整了 还有陆林一 文革前是中宣部长 那也是积极次庆的 很多政策都是他们制定的 文革以后对毛泽东批判 应该说是最先的 这么一几个人 不是个别的 相当一批人 包括像李锐啊 是吧 李慎智啊 这个 现在就比较出名的这些人了 但是过去文革以前 那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就提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有人提出来向往 他说你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是不是在过去那个 总书记十年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这么改革思想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邓小平改革这种思想 邓小平本人 他确实有 比较现实主义的一面 例如说1962年的时候 当时有人搞爆山道部 他就提出一个口号 不管黄毛白毛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只要能正产就行 他有这么一个面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文革以前 他的思想状况 那是还是基本上跟着毛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 一个就是 毛1960年代前期发动中苏论战 那大论战呀 写了一系列的论文 文章 包括最著名的是九平 一平二平九平 平了九平 这个九平是康生组织的 但是在前线 最后主持工作 就是康生至上 那个主持人是邓小平 那么邓小平至上是毛泽东了 那肯定的 我们翻过来 这个九平特别是在 平南斯拉夫修正乳业 一平赫拉夫修正乳业 那几平呢 可以看出来 很多当时批判了一些东西 恰恰是后来邓小平提倡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引进外资啊 是吧 比如说这个利用挂赛呀 比如说这个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 当时都认为是修正东西 可见 从总体上说 不能说邓小平 那种改革思想是在文革以前就产生了 实际上是在文革以后 或者是文革中间 当时邓小平被贬到江西 他在那个小院子里转来转去 究竟他想那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因为毛毛他儿子他女儿说 邓小平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寡言少语的人 他很难表露自己的心境 很显然他是思考了 所以后来他有一些思想 比如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他就提出来 我们搞了几十年就没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 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搞几十年 现在社会主义还不够格 这种话说实在 八十年代要是 其他一些人 领导人 更不用说知识分子提出这种话 那肯定是资产机器自由化 但是他提出来 人家没法说 他就是这样说 他就这样认识 而且1980年的时候 他那次非洲一些领导人到中国来以后 他就跟他们说 他说你们非洲老去搞社会主义 不要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字好就好 为什么非洲人搞社会主义 总是越搞越穷呢 你们要研究一下 可见 他对社会主义的这个认识 已经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 至少他认为过去那样搞是不行的 那么1978年发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种思想解放 与大批的文革被打倒的老干部 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 要求平反这么巨大的浪潮是结合一些 因为你要是不思想解放 他们就很难出来 所以这样一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当时在主持这个意识形态工作 和这个专案工作的汪东兴 当时副主席 他想压一压 但是压不住 他压的是一堆火山 一座火山 你想想有几千万人 多少人几百万干部 很多知识分子都要求平反 那么平反 首先你要是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是 实现是简直真理标准 不能是 他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 你不能把毛的话当圣子 不能说毛批的 就不能动 因为很多人都是毛批的 包括邓小飞本人 也是打倒 也是毛批的 如果不思想解放 他们就能够出来 所以后来 这个有些老同志 包括波玉波呀 还有安志文啊 就跟一些知识分子 就跟吴江 就说 他说你们发动了 这个真理标准讨论了 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 什么什么的解放出来 这表示感谢 而这个 四项解放 推动了大平反 使一大平人 相当一平人 在政治上获得解放 这个解放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 包括文化以前的 反右派 反右倾 四倾运动 甚至包括是 肃反呀 包括解放初期的一些运动 里面出现了一些案件 都平反 甚至延安时期 根据这时期的 一些老二也平反了 这个平反 应该说 为中国改革准备的干部 因为中国改革 八十年代改革 主要的支持力量 应该说是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就是 文革被打的老干部 一股力量就是知识分子 因为知识分子也是受冲逼的 当然还有一股自发的力量 就是农民 农民当时 他为什么要去包山道户 他并不理解 他的包山道户就是改革 他只是为了找出路 但是他们的这种选择 这种力量 确实成就了中国改革 是反对改革的人 最后就感到没有说服力 而支持改革的人呢 就有理由 为什么呢 农村改革一下子 在八十年的前期 就造成了一个农业 农产品的迅速增长 可以说是一个超常规的增长 到八十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粮食 马上就解决了 几十年没解决 粮食问题解决了 而且粮食卖不出去 当时想卖不出去 粮食怎么办 当时考虑这个问题 叫实现粮食转化呀 这么东西 当然这个里面 也有一些 比较盲目落观的概念 但是它粮食就是增长 正是因为农村改革 这个 出现了效果 而且农村改革呢 是整个中国的供应改善了 支持了中国的改革 从理论上 从意识形态上呢 也支持了中国的改革 但是总的来说 农民本身是一种自发的 他并不理解什么叫改革 他是一种自谋生路的 一个自发的选择 当然老干部中间 应该说也开始分化了 三中全会以后 这个改革的深入 就开始分化 有一部分人呢 就开始去向保守 担心改革 滑向资本主义 去向保守 但是确实还有一批人 通过反思 他确实是坚持改革 包括中央杜小平啊 胡耀邦 赵紫阳啊 万里啊 杜永生啊 薛木桥啊这么一些人 地方的一些官员 包括这个向南 福建的向南啊 广东的任忠仪啊 等等这批省市 省地县的领导人 一大批 这个确实是 中国改革的中间力量 那么知识分子 跟老干部不一样 在八十年代 基本上知识分子是一个 总体上是知识改革 在某种意义上说 改革成了知识分子的 新的信仰 这是我想的 讲的这么一个 当然这个知识分子 和中共老干部的 在批判两个凡事 世界上解放的时候 不然反正中间 他结成了某种联盟 那么在三中全会以后 胡乔睦曾经说过 知识分子一部分 已经给党分到扬镳了 这个概念我认为 总体上还是不符合时期的 整体上八十年代前期 或者是整个八十年大部分时间 知识分子和中物 只是一个少有的一种密谅的时期 微妙的一种密谅的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平凡以后 知识过去的创伤有所平复 而大量的文革前的那些 有名气有地位的知识分子 都回到了新的文化领域 过去的地位得到恢复 更主要的是 共产党的现代化这种路线 符合知识分子的心愿 更何况 你搞现代化 你必须要利用知识分子 要启用一大批知识分子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它确实是 1984年的时候 一个自发 84年的国庆35周年 是吧 45周年 35周年 当时游行的时候 那北大的学生一下打出了一个 小平你好 这么一个横幅 这个横幅意味着什么 这个横幅给过去 打出了一个毛主席万岁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是吧 这是平民化的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这说明80年代知识分子 是认同 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 这么一个密约 应该说是延续到 80年代末 但是知识分子 这种密约 它是不稳定的 因为相当一批老干部 在出来工作 这个梁凡是被打倒 被批判以后 它基本上才是一个需要 趋向于稳定的 它不需要你再去冲击 传统的意识形态 而知识分子呢 邓小平本人呢 应该说他主要的是一个 经济上的改革 政治上是很谨慎的 而知识分子本身 你不禁要经济体制改革 你政治上也要改革 就形成了一股民主的潮流 这很显然就马上就形成了 知识分子和中共 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 逐步逐步地紧张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 我认为 知识分子 不是 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 就是中国改革 自所以能够启动 而且能走这么远 与文化大革命放松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第三个呢 那就是来自外国的挑战与机遇 因为在中共高层啊 在运阳改革的过程中 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新的因素 这个新的因素呢 就是1978年大批的官员出国考察 这样这些官员感受到来自外面的强大的一个压力 同时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谈到这个1978年的出国 应该看得远一点 是吧 于1972年 就是70年代初期的时候的中美关系的解冻 有着密切关系 因为在这之前 中国是走不出去的一个国家 那么1972年 中美关系解冻 随着就带来一个中国和欧洲和日本 和发展的发达国家的一个全面建交 中国要重新进入联合国 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通向西方主体市场的这种通道 在毛泽东手里就已经初步打开了 那么在1978年的时候呢 又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 一个是中日地约 地界和平条约 第二个就是中美建交 到这个时候应该说 过去在政治上的障碍 基本上就清楚了 当时在78年的时候 一个显现的现象 就是我们初期的时候 就是西方国家 美国 日本 欧洲 都说我们要为你们中国现代化出点力量 我们要要贡献力量 我们要借钱跟你 为什么 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政治上的 或者说战略上的 一个方面是经济上的 从战略上来讲 当时有个苏联共同的苏联威胁 欧洲人呢 总是想把苏联这个货水往中国退 同时你希望中国强大 强大起来以后 那么他就欧洲压力就减轻了 所以他希望跟中国做生意 你中国要硬一点起来 他不怕 美国也是一样的 还有个经济上的原因 因为在57年末 在73年以后 欧洲在西方国家 这不有个经济危机吗 能源危机会引发的这种经济萧条 所以大量的这个闲散资金 就是大量的油资在找出路 都希望到第三次国家发展 包括我们周围的 南朝鲜啊 这个新加坡啊 包括周围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也是一样的 希望把这个 他们缺乏劳动力优势的这些企业 劳动密集的企业 转移到别的国家去 那么这个时候 他需要寻找新的市场 那中国当然是最巨大的市场 最潜在的 潜在的最大的一个市场 没开发的 那么中国提出要现代化 这个机会就到了 大家愤愤说 我们要帮助中国 实际上帮助它自己 这是一个 政治上的环境是已经变了 那么在1973年以后 当时我们 中国已经开始引进 这是第二次大的引进 或者是第三次引进 第一次引进 就是1950年代初期的那个 156项从苏联引进过来的 那应该说第一次引进 那么第二次就是苏联中枢破莲以后 从苏联的关系已经断了 当时要解决持权用的问题怎么办 从日本啊欧洲一些 发达资本路由于国家 引进了一批 但是那个量很小 是几亿美金 解决持权用的问题 化纤啊等等 那文革时期呢 73年以后 当时有个四三方案 所谓四三方案 那就是说 43个亿美金的引进方案 主要是化肥厂啊 什么化纤厂啊 等等些 农药啊 这些 但是当时73年的时候 包括一些管财经的 周恩来啊 陈云啊 李先念啊 他们都想扩大引进 但是呢 当时政治上呢 政治上的内广 党内的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 包括四人帮 包括江青他们 就反对你们 是洋楼哲学啊 卖国主义啊 就没有实现 所以粉色四人帮以后 这个障碍取消了以后 化红 就是李先念这些人呢 包括邓小平 现在应该批准 当时在77年的7月份 第一次提出要 恢复引进的时候呢 在中央政治局 讨论的时候 几乎是所有人 没有谁 没有一个反对的 而引进规模呢 也增大 开始是56个亿 后来到120亿 后来到200亿 后来到78年的89月份 国务院务区会议的时候 一下子要 18年引进800亿美金 你想想 一下扩大了十几倍啊 那么你要引进怎么办 你就考察呀 你引进项目 你就出去考察 开始出国考察的这些人呢 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考察项目 但是很快就提出来了 大批人要出去 因为考察 看看国外教育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在78年的时候 有大批大批的这个 78年以后 大批大批的考察 应该说是建国以后 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察程 出国考察程 当时提出的考察就是向国外学习 那么这一出去就不得了 就等个打开了一个扇门 去看西方资本主义 因为我们建国以后的一些领导人 包括中央高层领导人 出国的都很少啊 毛泽东从来没去过西方的国家 邓小平就是74年去了联合国 看了一下美国 后来75年到了法国 就是什么 其他的就是搞外交的呀 搞外贸的呀 少量的一些文化交流团 比如到了日本 71年 72年的时候到了日本 一个文化考察团 叫李一芒带队 考察回来后到广州 这次我到了广州去调查的时候 那个吴兰省的省委书记 还讲了这个故事 他说到了广州就介绍这个 日本的情况 感到很新奇 包括赵紫阳 都特别感到新奇啊 他说进了一个会厅去讲课 那个田中角融啊 人家不跟他让路 再让让让让让让 给他挤进去了 挤进去以后 他才上了讲 他跟他讲 讲完以后 没有任何人鼓掌 然后要下着台 谢谢谢谢 然后军工下台 然后又要挤进去 让让让让 要出去了 他说这样一个领导人 这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呀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一去了三呼万岁呀 这样的 他说你们会这样 怎么是这样对待领导人呀 他说我这个 你要知道这个田中 他在台上也就三几年 下了台跟老百姓一样 但是学者不一样 学者是终身的 是吧 一个一个教授 或者是一个经济学 一个学家 那是终身的成就啊 荣誉啊 所以对知识分子 对学者特别尊重 对政治人物 无所谓 这在中国来讲 当时照样子感到很震撼 那么那七八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去过 后来他去了 身临其境 你看看这种东西 怎么发展 这一看不得了 震撼很大 震撼很大 就是谁 大家都没有估计到 都知道西方有发展 没有估计到 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 没有知道 就根本没预料到 这个发展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 这么大 拉得这么大 而且不仅是这个 建内化的发展差距 就包括 这个西方国家的人民的生活 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我们文化大门就是要解救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民 感觉好像在国外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结果一看来人家都生活得很好 当时这个邓丽群跑1978年10月份 随着这个经委代表团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就回来又到处做报告 说日本啊工人啊都是农民穿毛料服装 家里都有这个家用电器 什么电冰箱电视机啊 两家有一部汽车 这个工人每年呢 要这个有 这个发三个月的奖金 年中还有分壶 说日本的这个商店的商品的这个丰富啊 使我们汉颜感到很寒肠 因为这个在香港有两个大的商场 一个是日本办的开的 一个中国开的 中国也就是一两万件 日本的这个商品要几十万件 几十万件 他说一比较我们就查了 不仅是老百姓生活好啊 那东京的秩序也好啊 是吧 没有小偷啊 这个店怎么不关门呢 也没小偷啊 自行车到处都可以甩 我们当时自行车丢到哪儿就被偷了 是吧 他说看美这个中京的秩序比北京好得多 所以回来以后 世界开放了 他就在79年就到处讲 其中还提出一个 中国也应该搞商品经济 第一个 提出中国应该发展商品经济的 不是别人 就是邓丽群 这个可能大家不理解 还有一个就是王震 王震 78年的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 三中全会的时候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的时候 他在英国考察 到了英国一看 哎哟 他说我们搞了几十年追求共产主义 这不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共产主义吗 啊 从小差别也消灭了吗 是吧 共产生活那么好 回来以后在三中全会会上就讲 啊 怎么要大量引进外资啊 要搞这个搞那个 我举这两个人例子 就是说 大家都比较了解的 王震和邓丽群 八十年代以后是 是被称了保守 保守派的 啊 所以说反对改革 也不能在 王震在一方面呢 他是个军人 比较 这个 有特点的 当然邓丽群的观点呢 那很显然是 是比较传统的 保守的 但是当时 都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邓丽群讲的那些东西很 对青年人影响很大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啊 后来一讲 哎哟 这影响太大了 很多人就很向往西方啊 自由化 邓丽群也有责任啊 你老宣传的 宣传这个日本呢 因为当时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接触的 刚才开始也不知道外国什么情况 都是通过他们的报告啊 一些材料 看了 哦 这个确实差距太大 所以这个 这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 不仅是看到 这个我们中国 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不仅是可以利用 外资 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技术 而且西方呢 有很多管理 有很多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啊 也是有很好的东西啊 这个 1978年的6月份 当时考察欧洲五国的 古墓一个副总理 古墓带一个代表他 正在考察欧洲五国 回来以后该政治局汇报 华国墓主持 那些老赛听得津津勇呀 包括夜间 徐向前呀 念荣 真的这些 他说 古墓 你如实讲 过去我们说 这个西方怎么这么不行 好的坏的你都讲 如实讲 听得很有 很感兴趣 但这个会上当时提出 也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 就是丹麦 在法国农场主 他如果说要把自己的儿子 把这个农场交给自己的儿子 他必须要这个儿子 在农科学院毕业 而且在其他农场 要干那么两三年 如果合格交给你 不合格不交给你 我哪怕是给点钱给你自公司录 但是我农场不能交给你 这个速度比中国好啊 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启发了 应该说78年 这有个大量的人 出国考察 对于中共领导人 是一次很重要的启蒙 很重要的启蒙 当然这个 这么一次考察 确实导致了一个 很强烈的差距感 紧迫感 差不多这个紧迫感 同时他也看到了 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为什么过去总是搞 尽管考二题都很大 本身经贸实现高度的现代化 但实际心里很虚啊 能不能实现啊 实际上领导人打过 后来一看日本 十几年就行了 德国十几年也就行了 还有南韩 日本 德国都是战复在废墟上崛起的 他们行我们也行啊 看来信心很足 那么他们的经验借借过来就行了吗 像日本呢 它有三条吗 引进技术吗 大量的引用技术吗 利用外资吗 加强这个人才培养啊 讲的这些 还有一些 企业他们搞得很活 有竞争力啊 要允许竞争啊 这样的一些想法 这样就凑死了 中国领导人对自己 管理体制的一些反思 强化了他们的改革决心 邓小平在其八年代 九月份访问朝鲜 在今天前讲 他说我们现在 我们最近有些人出去 大量人出去 看了以后啊 现代化 五十年代一个样 六十年代又不一样了 七十年代以后又不一样了 我们的差距不是二十年 有的是五十年 我们也承认着火 承认落后才能有进步 而且他讲呢 现在看来我们的体制 是造版苏联的 在五十五年的体制 在五十年代就是落后的 那么现在更落后了 所以我们要改革 不改革不行 但是他这个思想 这个是很明确的语言 不是我概括的 所以在这个 七八年的这个 九月 七月到九月 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务序会 就是关于发展怎么发展 大家海阔天空 你可以说 进言 正是在这个会上 酝仰了中国改革 要改革 要开放 要引用外资 利用外资 要改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这个 这个方针 在三中全会 确定下来 是这么一个背景 那么三中全会以后 应该说 七九年以后 学习西方 就考察和借鉴 国外先进经验 就不是零碎的了 而是系统的 因为在七九年代 七月份 当时 陈云当了国务院 财经委员会主任 就成立了一个 下面成立四个 调查研究小组 一个组是搞体制的 一个组搞对外引进的 一个搞是经济结构的 还有一个理论组 当时姚宜林 是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 他就要求 就布置任务 大家去考察 去调查 调查研究哪一方面呢 就是国内的 国外的 国外的是 苏联的 东欧的 包括西方的 西方的是历史的 现实的 都要系统地调查 所以七九年以后的考察团 各种各样 名目繁多的考察 就多极了 不仅是考察 还要引进了很多人呢 像日本呢 什么小零食啊 还这些一批学者 都叫来 来看看中国怎么办 然后我们人出去 请一些经济学家来 进行会整 这个大量的 这种考察 有的当然也有一些 油散碗水的 乘风在里面了 大家都没出国 我出国以后 还有六百块钱的 出国费了 一道西服了 当然也有这个因素 后来这个考察就重复起来了 这个日本明古屋一个厂子 就接到了海军的 这个海军的考察团 要什么那个考察团 这个考察团重复了 德国的还精彩了 德国的一个厂子 接到了九十二批中国考察团 就是这么来回撤 撤出马龙也去考察 但是当然有负面的 后来你考察要有重点 后来限制 但实际上这一次 出国人员那么多 开了窍了 应该说 对中国的领导人 所以我总结起来 把我这个主题概括起来说 就是中国的改革 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陷入困境的符合逻辑的选择 中国改革之所以 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你看看这个 我这个结论 这么一段话 中国改革之所以 有这么大的推动力 与当时发生的两大历史事件 有直接关系 一是在中国内部 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一是在外部 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事件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中国改革也不可能 获得这么大的推动力 如果没有大批官员 出口稿子 感受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领导人 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紧迫感 要达成改革的共识 也会困难得多 今天我的讲课就完了 谢谢大家 这个虽然剩的时间不多 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提几个问题 大家看看在座同学有没有 或者各位有没有 没有时间了 没关系 请问你觉得中国不能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 邓小平曾经设想过也有 有一些考虑 但是 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 我今天一句话说不清楚 现在快要吃饭 哈哈哈哈 你们 下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星期五的演讲 我想 会让大家对当时的政治的局面 会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下一讲 我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在国内和海外 一些学者兴起了一种说法 就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 你对这种看法有什么意见呢 这种思想 说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这种思想 现在是相当的轻盛 相当的 怎么说 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我请问你有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热点 关于改革评价问题 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 最近几年更热了 在国内来讲呢 它有这个什么那个派 这个派在思想界 新左派呀 自由主义派呀 新保守主义呀 新权威主义呀 等等各种看法 对于改革的这种看法 我认为是源于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理念上的意识形态的 一个方面是现实的 就是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变化 必然会带来观念上的冲突 有的是改革的得力阶层 有的是改革的受损阶层 那么说对改革的评价 会有很大的不同 总的来说 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 中国改革是应该肯定的 没有这个三十年改革 中国所谓中国崛起 是无从谈起的 毕竟现在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跟小觑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快了 但是中国改革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社会性后果 比如说分配格局 比较恶化 比如说这个环境的 这个过度的开发 甚至掠夺 比如说官僚立志的腐败 这些问题不能不真实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大家是一致的 但是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是各与各的分析 开除药方是不同的 所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 我认为是这样 那这样 因为今天时间已经比较晚了 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 我们下一次星期五 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交流 谢谢大家 世界上没长法 太长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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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